這個七個人被收押 然後有一個交保 所以現在才有六個人在收押 你說五個人 我在想說到底有誰放出來了 竟然逃出我的法掌 沒有 當然因為案子非常的複雜 恐怕大家也都忘了 但是剛剛漢宇講一大堆的雞蛋 你說這個秦宇喬的女兒 吳宇菲的角色很關鍵 我是不這麼看 為什麼觀眾朋友你要想說 還有一個人在日本 橘子也在日本 那橘子為什麼不回來 柯文哲案的橘子不回來 但是吳宇菲回來的 這讓我想起當年的扁案 有一個人從日本回來 那個人叫顧重量 顧重量是怎麼回來的 是搭私人的飛機回來的 而且已經跟特徵組講好了 然後全程不上手銬 他是通緝逃亡 吳宇菲這個還沒有被通緝 一切通緝逃亡 全程不上手銬 而且也沒有收押 但是雇重量錢比較多 他是一億元交保 吳宇菲這個行情 可能就三百萬就交代了 那特別有一點 我來補充剛剛漢宇講 就是說整個超私的雞蛋案 它有六千九百多萬的 所謂的不乏所得 已經扣押了 所以觀眾朋友有沒有發現 以我來看大概就是結束了 就是說 包括剛剛漢宇提到說 陳吉仲跟林聰賢 還有陳俊基他們去 他是過個場 沒有任何的強制處分 他們是用被告的身分傳前後任的 其實這三個人都當過農委會 農業部的主管 林聰賢在當農委會主委的時候 副主委是陳吉仲 陳吉仲在當部長的時候 陳俊基是副部長 所以他們三個是前後任的 農委會的這三個主管 然後都沒事 這代表什麼呢 觀眾朋友 你看到說陳吉仲在這個 在這個北檢的 還能夠這樣子 從容這樣子表示什麼 他這是辦給你看的 他連吳亦菲都能夠回來 他不會忽然回來的 而且關鍵的表示是 秦宇喬的弟弟 也就是吳亦菲的舅舅 是以前吊喬局退休的高官 不會忽然跑回來 一定是大家都有一個默契 有一個談好的 不然橘子怎麼會不回來 就是還沒有講好 那估重量當時為什麼趕回來 後面都講好了 所以昨天看到他回來 我也是笑一笑想說 大概這案子就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大家不要再去想說 要對這個賴清德訴貪的部分 早就應該清醒 因為超市案子不是就辦給你看了嗎 對不對 當初為什麼這些雞蛋這麼離譜的 難道說你要告訴我 林聰賢 陳吉仲跟陳俊濟 都沒有責任嗎 我不相信 你看我們丟掉了多少蛋 我們花了多少的冤枉錢 我就講一個最簡單 最離譜的 為什麼都給吳亦菲 吳亦菲通知他媽媽說 媽媽你趕快成立一家公司 然後我把前面那家幹掉 後面的就讓你來進口 錢都自己賺 這不是圖利 什麼是圖利 所以我不認為說這個事情 這個是辦假的 除非你去辦陳吉仲 但是主持人我的看法 應該是不會有陳吉仲的 恐怕就是吳亦菲跟清雨喬 他們魔女黨就解決了 然後這個鄭文燦的案子 這個大家不要那麼大驚小怪 這個在司法職務上是常見的 常常見到就是說這個 不一定是審判長 有的是法官 以前我們這個法界的笑話是這樣子 因為他們要分案 譬如說這個侯亨廷 施老師跟我分案 結果我分到了 我分到了哈遠儀的弊案 這弊案太難辦了 這被告二十幾個 然後又是什麼內線交易 不然就是詐騙 被害人一兩百個 以前不是有那種吸金的嗎 洪源案那種幾千人那一種的 抽到這案子怎麼辦呢 我就寫辭辰 我就去當律師 我就不幹了 不然就說我掉花蓮 我台北的法官我不幹 我掉花蓮 掉花蓮總可以吧 逃跑 所以類似像這種狀況 抽到分到大的案子 然後臨陣脫逃 在我們社會記者來看 那個是司空見怪 是你們少見多怪 但是話講回來 這個案子最關鍵的是誰 是他 鄭文燦 鄭文燦的案情我講很多次 我就不再講了 我簡單的告訴所有的觀眾朋友 這個案子有很複雜嗎 有複雜到說審判長要稱病退休嗎 沒有 為什麼 因為鄭文燦的案子大家很清楚 就這樣 就五百萬 就一個副職黨 然後還講話大嘴巴 又被人家監聽 然後送五百萬到鄭文燦的官邸 鄭文燦先收下來又退給他 我已經講完了 你覺得這個案子很複雜嗎 一點都不複雜 可能交互結問一兩庭就結束了 所以你說這個審判長是 餵苦怕難 然後離開 我認為不是 我認為可能他自己 真的是身體的狀況什麼的 為什麼這個案子會鬧這麼大 就讓你看到什麼 看到這些法官的小鼻子小眼睛 以前他們內部真的會吵架的 所以就是說有時候會顛倒過來 譬如說在檢察官 他們都喜歡辦大案立大功 然後檢察長的愛將施政鋒 分到大案 其他檢察官就摔桌子摔椅子 然後就很生氣什麼的 然後法官就說 為什麼何漢廷這個月分到九個案子 我分到十個案子 為什麼何漢廷少分一件 然後就跑去跟庭長吵架 你知道我們以前在法院 跑去看到那些檢察官跟法官 真的很好笑 所以大家都當笑話來看就好 我最後講一下這個 這是我們自由時報的副總編輯 他說民進黨要珍惜翁曉林 什麼意思 因為翁曉林是國民黨的立委 他嗆聲說我服從的是憲法 我不是服從憲法的判決 大法官的那些判決 我沒有要修法 要跟大法官對著幹 所以自由時報就修理他 我跟大家講 翁曉林的先生 他老公以前是大法官 可能大家不曉得 回去你家問一下你老公說 這樣子大法官的判決 立委是不是應該修法 這個剛剛講 就是說民進黨要珍惜翁曉林 國民黨要珍惜誰 國民黨一定要珍惜這個 這個也是非常關鍵 這是民進黨發言人吳征 國民黨一定要珍惜他 然後拜託戴清德不要換 因為吳征這個在昨天 周遇寇的專訪 這個胡說八道講了一大堆 他說這個齒座公權 他說柯文哲的案子 柯文哲一定會被起訴 然後2028什麼民眾黨 就面對什麼分水嶺 然後齒座公權什麼的 但是我要告訴吳征 因為吳征他以前是美國人 他可能對我們的法律不是很清楚 你要判決定驗 判決定驗齒座公權才會生效 那我就請問吳征 現在是2024年都快過完了 然後2028年只剩三年多的 你覺得柯文哲 這個要三省定驗齒 你覺得有可能嗎 吳征我也不要跟你計較的 因為你顯然是不懂 周遇寇也不懂 他就三個黑白人 所以柯文哲反而他會做什麼呢 我告訴大家 我連柯文哲的競選口號 都幫他想好了 來來來 當選過關落選被關 這個誰最熟 施老師最熟 以前民進黨陳水扁 他們都這樣 阿彼啊 怎麼大夫出征啊 像什麼吳淑貞啊 周慶玉他們都是這樣子 當選過關落選被關 柯文哲你就拿著這個招牌去選 然後去打點這個吳征 另外一個有一個很好玩的是 民眾黨的內部說什麼 有人建議柯文哲認罪協商 可能要被開除黨籍 這我也覺得很好笑 認罪協商貪污不能用 貪污罪是不能認罪協商的 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然後大家都髮忙 你怎麼你侮辱我們 我問你貪污可以認罪協商嗎 那我換一個題目好了 殺人可不可以認罪協商 我把人殺了 然後我去認罪 你要跟誰協商 協商什麼 只有輕罪才可以認罪協商 那種貪污殺人那種種罪 是不能認罪協商的 好不好 大家不要再這個瞎敗鬼扯了 那至於鄭文燦的案子 因為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說 不是在他家收出了600多萬的 財產來源不明罪嗎 我跟大家講 他的挺難道到12月才開 12月才開庭 所以我要繼續保持身體健康 我要等著看鄭文燦開庭 我要告訴大家 回到我剛剛前面講的重點 包括超市的幾檔案 鄭文燦的案子 陳曲玉的案子 林依錦的案子 陳忠燕的案子 都是辦給你看的 他真正要辦的只有柯文哲 其他的都是隨便亂辦 不然我就問賴清德 高端你要辦嗎 謝龍介在立法院質詢的 台南的光電你也要辦嗎 賴清德 台南在弄光電的 有幾個是你朋友 你敢辦嗎 賴悠悠你敢辦嗎 我下一段再跟你講賴悠悠 不要臉的事情 賴清德 我剛剛告訴大家 賴清德樹灘是假的 而且賴清德已經為2026跟2028 他刺激了 他在佈局了 他在酬庸 國民黨不要再睡覺了 賴清德對人在喬 皇家顏值逆食奇蹟 火腹露全焦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